接著要跟各位談的是有關於能源轉換跟發電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能源,我們講過能源就是提供熱能的 叫做所謂的能源,古時候就燒木頭啊 這以前的灶,以前的人很可憐每天早上起來要劈財 然後呢生活,然後煮飯,燒木頭就灶 現在就很方便,瓦斯打開就有火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提供所謂的熱能 那能源除了所謂提供熱之外,還可以提供動力,然後推動我們的機械 像我們有個所謂工業革命蒸氣機啊 蒸氣火車,燒煤,煮開水,然後呢有蒸氣,然後利用蒸氣推動 然後讓車子能夠前進,這是你們在歷史上念過工業革命的開端 然後呢現在的汽車就燒汽油,當然我們講過現在叫車有燒柴油的 可樂庫的卡車是燒柴油的,但是都一樣 然後呢推動引擎帶上前進,這是來提供所謂的動力的 那麼,我們現在很多會用電,原因是因為電很容易可以轉換成其他能量 然後而且呢,電也可以讓我們傳送,然後從這個地方塑上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多是用電來當作我們的能源的來源 電可以提供熱,好,電可以提供熱,像這個圖的最左邊叫烤蝦 中間叫做電磁爐,右手邊叫做微波爐 通電之後利用不同的原理,烤箱是直接就發熱的 電磁爐是用渦電流,國中不會焦 我們未來會簡單帶一下,帶過去的渦電流 然後微波爐就是靠微波,然後呢來加熱東西 這叫做,但是都是在提供熱能,用電來提供熱能 那麼,再來就是讓它會動,用電讓我會動的,推動的 比如說洗衣機,比如說路放引機裡面會有個馬達 軟碟機,硬碟機裡面都會有個馬達,馬達叫電動機 以後會焦,以後會焦,下學期會焦馬達電動機給我電 轉換成動能,轉換成動能,然後呢做一些事情 然後電動機馬達,這是電來提供動力 電來提供動力 然後我們現在的電呢就是,主要是靠發電廠 用發電機,發電機,下學期會焦發電機 現在就簡單告訴你,等一下會再出現 它就讓東西在裡面轉轉轉轉轉轉,轉了以後就會發生電 當然會講到這件事情,就是讓一個人在裡面轉 轉以後就會產生電,那怎麼回事,是下學期交的 然後發電機呢,再透過輸配電電路送到家裡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電轉換成我們所需要的能量 是發出聲音的,是產生光的,是產生動能的 然後呢,還是產生熱的 然後來做我們生活上滿足我們十一柱形預熱的需要 就是發電機,就是發電機,那剛剛講過了 正式交是下學期,用所謂的感應電流 就是中間有個軸心在那邊轉轉轉轉轉 就是在磁場裡轉,一場機能在磁場裡轉 然後在磁場裡轉轉轉轉轉轉 然後就產生感應電流,就產生電了 所以它算是所謂的機械能,動能換成電能的裝置 下學期交啥叫做感應電流 下學期交發電機,在磁場發電機 所以就是外力啊,轉轉轉轉轉,產生電 現在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現在只要告訴你說,我用發電機產生電 再利用電去轉換成我所需要的能量 基本上呢,這個家用電器如果用能量的觀點看 它就像一個能源轉換器 你給我電能,我轉成其他能 你給我動能,我轉成其他能 像一個能量的轉換器一樣 所以電視機,電視機把電能進來 然後轉換成光,轉換成聲音 轉換成聲音 日光燈,把電吃進來,變成光能 還有一點熱能 還有一點熱能 然後烤箱,就是把電能吃進來 轉換成熱能 轉換成熱能 所以這個能量轉換器 把能量轉換成另外一個能量 洗衣機就是進來 馬達會轉 所以吃進來電能 轉換成動能 OK 所以呢,它就是能量轉換器 它就是給我一個發電器 給我一個電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電呢 轉換成我各種所需要的能量 然後有發電器在產生電 這個電透過等一下交的速配電線路送到我們家 然後插頭插上去 然後就開始 有的會轉換成光 有的轉換成熱 有的轉換成動能 之類的 就是用能量轉換的關係來談這件事情 這只是告訴各位 我們能源的一些應用 只要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呢 很多都是用電 因為電很容易轉換成 我各式各樣我所需要的能量 就是有關於 能源的一些簡單的說明跟介紹 OK